我的学术生涯可以概括成一句话 就是沿着达尔文的足迹往前走 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 这一主题跟于我本人息息相关 我是西北大学博物馆的馆长舒德干 非常高兴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与大家分享一些心得体会 我的学术生涯可以概括成一句话 就是沿着达尔文的足迹往前走 达尔文的两部辉煌著作《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 构建了科学进化论 成功地改变了全人类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我与进化论一共有个五次主要的交集 其中主要包括走资同行多次翻译出版《物种起源》 并专写导读 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努力破解达尔文留下来的三个重大谜题的科学实践 以下的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在著名的成江化石库中间发现了地球上动物最早的完整框架数就是第一动物数 在第一动物数上还发现人类五亿多年前的祖先 唱在天下第一鱼 昆米鱼海口鱼中将鱼 综合全球三个关键的早期化石库的大授具 我们提出了三木式寒物级大爆发新甲说 我们西北大学博物馆经常组织专门的科普学讲坛 坚持将上书的研究成果以及考古学生物学和地质学等其他的精品 对公众进行科普讲解 我本人呢也经常走到各个大学中小学 为更多的孩子们做科普报告 近年来我还尝试在bilibili网站发布的科普视频 很荣幸也收到不少的好评 2023年的518 中国邮政曾经制作的第一鱼 奉交昆明鱼的相关纪念油品 并在西北大学博物馆公开审划 我手中拿着的正是纪念油品中的奉交昆明鱼 放大了十倍的模型 大家看是不是非常的精巧 栩栩余生 转眼间一年一度的博物馆盛世 518国际博物馆日又将到来 今年的博物馆日主题为 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 这一主题啊 跟与我本人息息相关 作为西北大学博物馆的一员 我真诚地欢迎隔阶的朋友 到我们博物馆 近距离地感受人类 首唱头脑十足的第一鱼化石精品 相信我们的展品 一定为大家带来 更为别开生命的精彩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